哈囉 大家好 請 那我們今天就來一下我們來Ranger了好不好 那最近基本上就是有把我們這邊的阿努迪斯熊大 給他升級起來了嘛 對不對 那目前來說我們又碰到一個大問題啦 其實現在來說 哲平的隊伍還有蠻多東西要練的 比如說像 搖滾皇帝這邊的話 進化的素材也還在刷當中 也是努力刷 然後我們這邊的艾倫也是要努力繼續刷 我們這邊的進化素材的喔 所以其實我們要練的角色還算是蠻多的 但是呢 大家還記得嘛 就是哲平剛玩的時候大家就跟我講說 就是光暗卡石啊 這一次基本上是來啦好不好 我們這邊扭蛋新年光屬性群星會出現機率提升喔 那現在是先來光屬性的卡石 那好像是下禮拜的時候會有暗屬性的卡石喔 那目前來說的話 大家都推薦了阿努迪斯的光的 還有我們這邊的主盪窮大的光的 哲平都已經抽到了 所以我一直在思考 我們這邊卷子成下85張 我們要不要就是把這個卡石抽乾 因為蠻多大佬在群組裡面是跟哲平講說 是可以抽乾的 然後是蠻推薦我們這個 噴漆的這個光蟲 說哲平抽這個光蟲不錯 然後還有這個熊大的這個魔術師 還有我們這邊的這個 傑西卡嗎 還是魔法師兔兔啊 我忘記了好不好 這個的話基本上 我也不知道是不是這個天造兔兔 反正目前來說大家是說這個卡石是可以抽乾的啦 但是我這邊有幾個想法是 就是因為下禮拜還有暗的卡石 然後暗的卡石的話 基本上大家有推薦的一些角色好像也是蠻多的 不過也有看到就是觀眾留言說就是 暗的卡石好像 強度比較不高喔 所以我也在思考 然後另外一個在思考的點就是 搞不好之後又有這個合作活動了 所以我不知道到底該不該留票券還是怎麽樣 還是我們今天就 我們今天就抽看看有沒有抽到蟲蟲 直接單抽出蟲蟲 那我們就什麽都不用想了 單抽出蟲蟲之後趕快鬼轉有沒有 然後抽那個暗屬性卡石 然後暗屬性卡石抽完之後馬上 再接活動卡石這樣子嗎 應該是沒有這麽好運啦好不好 這個的話就根本就是 再來問一下各位觀眾的想法跟意見好不好 我覺得這真的是蠻苦惱我的 因為現在來說的話其實我們的角色 還不算是全部練完了這個概念 就是其實我們也 沒有就是練到非常非常深 我們還有蠻多隻角色可以再繼續往上升的 所以也沒有說到非常非常的頂好喔 好 我們來看一下 這邊的話就有他們說的這個奇幻魔術師窮大耶 我覺得這個我們應該會輸掉 所以大家目前來說現在有什麽想法的話 也可以在下面留言跟人分享一下喔 就是我們到底該不該抽這一次的這個光屬性 還是其實大家覺得後面的活動啊 或是暗屬性的卡石 真的沒有比這個卡石厲害的話 那我看到大家留言或是怎麽樣 我們再來決定就是 究竟要不要好不好 要不要給他抽一波這個光屬性的這個卡石 因為這個卡石的話基本上我算是 從就是剛入坑的時候 因為我是去年差不多 聖誕節環節差不多在那之前入坑的嘛對不對 那蠻多人就是跟我講說 可以留一些卷子來去抽這個光暗系列 但是沒想到我們前面的基本上就是幾個那個抽抽啊 就已經先把就是光屬性的這個主唱 跟這個 阿努比斯給他抽出來了好不好 聽說這個是很好運的一個節奏了喔 那我也是希望我也可以就是 非常非常一直好運下去 來打一下這個好了 打不打得贏啊 來 看麥基勒喔 開一下這個守衛者喔 那目前來說的話 我們昨天進化之後好像 我們有來打這個競技場啊 有來打競技場 但是因為現在來說 我們這個熊大的這個 這個阿努比斯的這個武器啊 還沒有給他升級起來 我們沒素材啦 哈哈 因為我最近都在打那個降臨關卡 那降臨關卡都不會掉武器的 頂麻煩 希望我們可以有機會可以獲勝這個關卡 我記得每一天的這個第一把好像都會有 火半教 都有伴 有有有來了來了 都有火半降臨喔 舒服舒服 幫我幫我 欸 剛剛那個出了那個是不是就是那個 熊大主唱的那個最高階 看起來很像 開個無敵 因為給我們放這個的話 我們就來無敵一下 所以目前來說因為已經到達了一個 我也不知道該怎麼判斷了 因為觀眾這邊的話也是跟我講說可以抽光 也可以就是留著 但是我想說就是 在拍影片來問就是可能沒有家群的那些觀眾朋友們 看一下你們的想法是如何 讓大家更多人來參與 集思廣益一下好不好 因為這款遊戲的話基本上大家就是不建議折批課金啦好不好 所以我就是玩得非常非常的沒課金 所以我就是都是慢慢玩慢慢打慢慢刷 但是遊戲的這個羽毛是真的好缺好缺 每天都希望有更多的羽毛這樣 哇他已經打到我們了耶 他怎麼打到我們啊 誰誰在打我們誰在打我們 憑什麼打我們 什麼意思為什麼 他哪一隻角色可以打這麼遠啊 哇他一直在攻擊我們的塔耶 我不知道為什麼 啊我們一下他的塔都沒有打到耶 為什麼 為什麼會這樣 蛤 他又有空中部隊了是嗎 不是吧 還是他的熊大 炸我炸的很爽 我等級怎麼那麼低 不是不是血量怎麼那麼低 被轟爛了是不是 我們還有機會反敗為勝嗎 他一直在封鎖我的那個角色召喚 好扯喔 猛瘋的 我是看他的等級比較低我才可以打他的耶 結果好像沒有佔到什麼優勢 他大概就只有艾倫的那個240比較高等而已啊 所以我們這邊好像 真的耶我們一下都沒打到他耶 哭了都 完了 選錯隊伍了 因為目前來說哲平的這個位階有在往上提升啦 所以這邊的話就好像會變成就是更難打這樣子 我們現在瘋狂守住在這個63% 好我們這邊打贏了我們這個塔前的角色了 繼續往前進 拜託了 求你了 哎呦呦呦我們開始在打他塔了 輪到我們了嗎 在囂張啊 哎呦 nice 贏了 嗚 其實我們還是行的嘛對不對 只是要撐得比較久一點點而已 win 可以喔 我們現在五連勝了耶 因為可以挑隊伍了好不好 我覺得可以挑隊伍真的算是 蠻舒服的一件事情 就你可以避開一些就是那種就是 比較難打的那種 但是你打上去的話 因為這遊戲券上就是隨時別人也可以打你 然後你打你的話你也會扣那個獎盃 喔所以我還是可能會被打下來的喔 呵呵 艾蜜莉亞都不要打 我覺得 哇 我也好想要抽艾蜜莉亞喔 然後最麻煩的是因為接下來不是聽說也有合作活動嗎 但是 有大佬們好像是講說就是 合作活動不一定會就是 不一定會就是很強啦好不好 聽說這次的艾倫好像是真的還蠻強的這樣子 所以就要看了 這套 這組好像也不能打 這組好像也是蠻恐怖的 所以我現在就是 一個一直在思考究竟 該不該抽了一個局面 而且我覺得抽啊 你也未必能夠抽到你想要的東西啊 這才是最麻煩的啊 注意啊這個是Light Ranger啊 誒 240跟這個應該可以吧 大家看 只有這幾隻我們應該還是可以應付的喔 走起走起 會不會就是因為他只有這三隻然後就變超難打 來我們要讓大家看一下 什麼叫做我們的這個光熊大 主唱熊大跟我們這個超級熊大阿努比斯 好不好 至少真的要讓大家感覺到 誒真的真的很好用誒 這兵儀真的好好運這樣子 這什麼東西他開了什麼 哇他一跳過來誒 跳跳兵誒 誒我在被扁誒 他怎麼又有那個 哇靠 他怎麼都會一直有這個東西啊 你有看到嗎 他又有聖誕小雞了 好麻煩喔 什麼意思啊 聖誕小雞 一直來一直來 誒可是我們打他的塔其實打得還滿好的誒 你們有發現嗎 我們打他們的塔打得還滿好的誒 他已經快沒血 喔 完了 他開無敵盾補回來了 誒所以其實無敵盾是可以補血的誒 所以我應該是要 在那個血量最低的時候開吼 會不會是不是那樣比較好 感覺好像是誒 應該要那個 可是現在比較麻煩的就是 他那個沙莉亞 又是天空部隊了 哇 天空部隊很搞誒 我的天 他其實這樣是不是比較聰明啦 他就放三隻角色 然後三隻角色可能那個費用就超低 然後減CD然後超快生產出來這樣 有沒有這個機會 而且我們守衛者好像爆開了吼 完了 我們現在也沒有龍捲風了 只能跟他硬拚了 然後我們現在好像 沒有辦法再打他的塔了 沒關係 我們撐住 好不好 我們撐住 不到最後 不放棄 完了 86% 這場應該要輸掉了 他們怎麼都會有這種一直在那邊鎖我角色的東西啊 好煩誒 我覺得剛剛那個 冰凍跟龍捲風有點開太快了 我應該等他龍捲風開完之後我再開 因為他這樣把我捲過去 我沒辦法一波壓塔 我要沒了 這個天空部隊沙莉真的是很討厭誒 要被車爛啦 掰掰掰掰 這個好像是聖誕節沙莉對不對 沒了 各位 我覺得會數的話有一半可能也是因為我技能開的沒有很好 尷尬啦 沒啦 沒事 好不好 那目前來說我們今天的問題啊 就是這個 我們到底該不該抽我們這一次的光卡石 雖然我們是期待很久 但是因為 前面的話把這個 阿努比斯跟這個主唱熊大都已經抽出來了 所以就 不知道到底該不該抽 那你們的想法是什麼呢 也歡迎在下面留言跟你們分享一下囉 好不好 那我視頻再見囉 大家 掰掰啦